對於被告李孝先生提起的 盪選無效明日訴訟總共有兩件 一件是原告王俊潭先生所提起 另外一件是台南地檢署檢案所提起 那今日本院就台南地檢署檢案所提起 這是盪選無效訴訟 並於今天開庭行準備程序 那這案件因為原告就相關的卷證 他需要引用他行事的一個 會選的一個起訴案件的相關卷證 那所以目前何一廷裁定後合辦 那再前王俊潭先生對於被告李孝先生提起的 民事選舉盪選無效訴訟 那也是引用相關的卷證 所以目前後合辦 那兩件案件因為本案分案的規定 是由同一個何一廷來合併審理 那但是合併審理的部分 因為是讓民所法規定 要由何一廷來決定相關的卷證 是否共通有沒有合併辯論與裁判的必要 那目前合併是宣誓暫時分別 辯論分別裁判 那但是是定在同一個廷期 方便當事人出庭主張 那上開選舉訴訟 依照公職人員選舉報案規定 採核一致審理 那本院要謹罪侵訴依法在六個月內審檢